一场倾盆大雨过后 为什么连夜的表面还是保持得很干净呢? 这是因为连夜表面有奈米大小的细微吐起 使得水与液面形成很大的接触角 落在连夜上的雨水会因表面张力的作用形成水珠 水珠与液面的接触面积很小 只要液面稍微倾斜,水珠就会滚离液面 这说明了连夜表面具有输水性 此外,滚动的水珠也会因为液面灰尘或污泥与液面接触点也是奈米级 就很容易把灰尘污泥的颗粒一起带走 达到自我洁净的效果 这就是莲花总是能出淤泥而不染的原因 水珠与液的路程